小妖皱眉,仍不回答 而看起来,她却像是失了魂一样 只这一点小事而已,她是想把自己逼疯吗? 小妖!香柳露出妖童,催动妖力 小妖,究竟怎么了?告诉我 小妖极力抗拒 她慌乱地摇头,双唇紧闭 香柳趴到她耳边柔声细语,告诉我 听话,小妖 我就是不喜欢你身边有别的女孩 我讨厌她们,都比我更有与你相守相爱的立场 我讨厌我在你面前,总是忍不住自卑害怕 我总是怕你,又不爱我了,又不选我了怎么办 我真是太自私了,小妖越说越难过 眼泪大磕大磕地掉 香柳内心像是被谁划开了一道口子般的疼 她收回妖力,把小妖抱在怀里 无论是香柳还是防风被都不曾给她哪怕片刻的安全感吗 可我本是为了保护她的 屡屡推开,本就是为了保护她的 香柳很郑重其事地看着小妖 目光深邃又长情 她轻抚她的长发,一副很认真的样子 小妖,我九命向柳 九条命,九个脑袋都从来没有不选你过 你完全可以安心 小妖还是掉泪 你怕不是忘了之前,都是怎么赶我走的 你总是威胁我,讽刺我 从那晚她决定不嫁图山景开始 发自内心的开朗多了,哭也增多了 她这么倔强的性格,究竟是多委屈才会怕了 真是怕了她了 香柳极力搜寻脑海里为数不多的哄人词汇 如果,如果非要拿什么证明 那爱你一事,我是真的剖开一整颗心给你看过 是不是? 香柳语气温柔,像是在哄一个小孩子 可脱口而出的话,却真是血腥味十足 你这九头,怪能不能别你在海底昏迷三十七年 若我有哪怕一颗头的叛变,也不可能那么久地守着你 可你当时说,你只是为了得到两座故土的山峰 小妖降得不行 西林姑娘荡真好狠的心 香柳含情默默望着小妖 你真的以为,偷心的疼,就像在你身上吸击口血那么好忍受 为了山峰 我直接去抢不行吗? 你以为我真的杀不了沧穴吗? 她的语气又似真诚,又似玩笑 小妖,你当真好狠的心,我还为此死过一次呢 生生被疼死的 你该不该心疼心疼我? 该不该抱我一下? 小妖已经分不清眼前的是香柳,还是防风被了 是谁说过她,根本就不怕疼的 虽然嘴硬,但小妖的身体很诚实 她环抱住香柳的腰,嘴上却还在赌气 海底三十七年,我醒来时你人呢? 你也总得让我见到你人影啊 小妖再一次想起海底三十七年的那些画面 这么多年,香柳用心头血喂养她 舌尖交融,赐予她能量 她总是时常梦到的那只大贝壳 梦见香柳在她身侧轻轻睡着 还有终于醒来后,她却不肯见她的痛处 不过是弯心之痛而已 她想起她对阿念说起过的 在海底,我终于醒来那天 你知道我有多开心,多想与你一起分享吗? 我喊了你多久 可你根本就不出现 我死的时候,你守了我三十七年 我活过来了你,却都不肯见我一面 最是冷酷 最是无情 小妖吐槽起向柳来真如滔滔江水 汹涌不绝 所以,你转过头去跟那只狐狸轻轻我我 还要以身相许 向柳的话,听不出任何情绪 可谷虫能明确感应到她的心伤与不满 窗外的雪越下越大 我去找景 难道不是你逼我去找她的? 小妖根本没带怕的 既然说到这儿了 咱俩就一起好好论一论 当年我醒来 你为什么就能那么狠心不见我? 小妖越说越来劲 别不说话啊 你倒还埋怨我呢 海底三十七年 我们本就是实际意义上的夫妻了 抱也抱了,亲也亲了 同床共枕眠 夫妻间能做的一样也没少吧 虽说是为了救我不得不那么亲密 可我女孩子家对这些事是很看重的 如此这般 我醒来后 你还逼我去找别的男人 丝毫不用和我商量吗 海底三十七年 你竟是有感知的吗? 香柳忽然用异样的眼光看着小妖 为何你从来不曾跟我提起过? 我也得敢提啊 我不说你都已经将我拘之千里之外了 我如果说了 你后来还能让我再见到你吗? 但是话又说回来 大人 我昏迷的时候 醒来的时候 情人骨都一直在 你难道不知道 我愿不愿意留下来吗? 还逼我去找景 你既然这么大方 那我就找给你看啊 怎么我去找了 你倒还不开心了? 口是心非的大妖怪 你什么都要让我猜 想的和做的都不一样 香柳 难道我是个礼物吗? 我没心吗? 你想不见就不见 想送给谁就送给谁 小妖声声怒气声声怨 倒是吼得香柳有些心虚 嗨嗨 不是送 我是怕你错过旧途山景的好时机 香柳声音小到不仔细听 都不太听得见 哦 对 不是送 是让 退让 大人心里觉得 这是为我好 是 咱俩分开对你我都好 所以不需要与我商量 剑香柳不予争辩 小妖更气了 九命 你知道这叫什么吗? 不取何撩啊 使乱中气你懂吗? 哦 你不懂 你是全大荒 唯一拥有九条命 可以高高在上俯瞰一切的大妖 本就是我高攀了 我就应该在你选择抛弃我的时候去立个针截牌 小妖还没说完 嘴就被香柳堵住了 漫长而霸道的亲吻 香柳不想让她再说下去了 小妖却也不甘示弱 尺尖咬住舌尖不放 两人的嘴角都渗出几滴血来 难分胜负 两久以后 向柳慢慢放开小妖 坐在床檐边上 你到底能不能告诉我 还得醒来 为何不肯见我 窒息的沉默 终究为何 小妖看起来煞有介事 并不打算轻易让香柳搪塞过去 看来这件事的因果 对小妖来说着实重要 小妖 你死过一次 向柳顿了顿 极为认真的回答 我曾完完整整 失去过你一次 她拿出酒壶 一仰头便喝下所有 她用少有的 认真而深情的双眼 望着她 说来可笑 我竟第一次意识到 在这世间 竟然还真的有我不能接受的事 她眼里似乎泛着泪花 小妖柔柔眼 许是自己看错了 这个答案倒是小妖没有想过的 她之前只猜到 向柳不想让她报恩 我已经感受过了 何苦再让你经历 向柳透彻的双眼望着小妖 她也许习惯了自苦 根本没有欲望与小妖分享她的苦难 可是向柳 你有九条命 你本是天地间最长寿的 只要你肯为我留一条命 这些本都不能算作是理由 小妖与香柳并肩坐着 一起靠着床围 除非 你根本就不曾想过 要为我去改变任何 小妖 我问你 你可知这世事难料 何处去寻 绝对可以实现的承诺 香柳淡淡然 就像我根本不曾想过 我只离开了一天 你怎么就被人没灵虐杀 现在看来 想留比小妖还痛吧 每一针刺来 都同时刺在香柳的身上 何况 还要面对小妖遍体鳞伤的尸体 她是怎么熬过来的 小妖很是心疼 面前这个屡屡让拒绝她 让她伤心的男人 小妖搂着她的腰 把头枕在她肩上 小妖 指你父亲的仇敌 已经让你死过一次了 我很清楚 我会给你带来什么 我身上背了多少人命 有多少仇家 你数得轻吗 所以 每次我想为你勇敢一点 你就果断下退我 逼我掉头 以前我全靠猜的 现在 我有一点明白你了 可是香柳 你忽略了一点 小妖很认真的说 我也有心啊 你总是想保护我 觉得自己并非良配 一心把我推给紧 我不否认 你的出发点总是好的 可你的方法 对我而言总是最坏的 香柳 我心悦于你 你一直都是知道的 哪怕我麻痹自己去喜欢井 可你每次拒绝我 使我的痛楚 也从不比别人 杀我的痛楚少一点 除了命 你并没有真的保护到我 见像柳不言 小妖苦笑道 我没有勇敢过吗 我没有向你表达心意吗 如果能知道 我爱的人也是爱着我的 那该有多幸福 可是这种感觉 你从来不肯给我 我反复试探 夜夜都睡不安稳 我做的选择说的话 我自己都觉得是分裂的 是有疾病的 小妖自顾自地说 好像并没有失望答案 你的出发点 看似都是为了保护我 可你却是伤我最深的那一个 你让我不敢再勇敢了 我几乎成了靠着屠山井 依赖她的爱而活的废物 小妖惨然 你当初问我最想相守的人是谁 可是你却总是不肯相信 其实我最想相守和最适合与我相守的 明明都是你 是你教我自保 教我射箭 教我面对赤臣之女的身份 只有你让我成长 让我变强 让我成为最好的自己 和你在一起时 我总是什么都不怕 情人骨同生共死 我内心也一直都愿意与你同生共死 见向柳不说话 小妖抓住香柳的手 你当初狠心不见我 一味把我推给景 你当真 一点都没有后悔过吗 如果 我是说如果 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 海底37年我醒来后 你还会选择不与我相见吗 小妖 我香柳刚开口 别别别说 我知道 你肯定会说 你没什么后悔的 你还是不会与我相见 只要你有选择 就不会给我选择你的机会 我就知道 香柳笑了 王姬这自问自答 是什么了不得的癖好 她笑得很美 谁说我不曾后悔 这声音像是来自很远的远方 飘渺且柔软 小妖一时以为自己听错了 她近乎是平住呼吸 每一次拒绝你 推开你 我都在后悔 香柳的眼睛微微发红 温柔地盯着小妖的眼睛 一眨不眨 小妖隐约觉得 是不是当一个人太希望 听到一个答案时 耳朵就会根据自己的想法 出现幻听 她怎么也不敢相信 后悔二字 是从香柳的嘴里说出来的 你能不能再说一遍 她诧异地睁大眼睛 眨呀眨得 甚是可爱 快睡觉吧 香柳掀过被子 清盖在小妖头上 自己往床沿边一躺 上演一秒入睡大法 再说一遍吗 再说一遍吗 我是真的没有听清楚 小妖小手左右 去挠香柳的嘎吱窝 别装睡了 为香柳并不上当 仿佛真的入睡了一样 真无趣 哼 睡就睡 小气鬼 小妖赌气地扯过被子 一点也不给香柳盖 小妖小妖 小妖赌气地扯过被子